第1569章大势风云 域外珠强一个个脸拉得很长 实在气愤不过 参与者莫不羞愧不已 尤其是黑黄自己恨不得一头撞地 很多人都发现他去现场了 而今外界都在议论 他为何会跟去当做了谜来猜 我猜那地下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圣皇子笑道 死猴子我要杀了你 黑黄自哑 被挤兑的羞愤不已 叫嚣着要动武 叶凡与黑黄200年前流下的糊涂帐 而今竟然成坑而现 这个结果实在是惊掉一地眼球 让一杆寻仙葬者气到说不出话来 本皇手艺太强了 做旧到以甲乱阵 那帮蠢货没有一个能看透那些个谷语 到了最后 灰头土脸 没有颜面的大黑狗 也只能这样寻找一丝的安慰了 北狱一片萧条 路过江家时 只留下了一些看门的老人 瑶池也是如此 大举迁徙进入域外 原只很荒凉了 江家附近也有一道大河 名为江水 与地球上曾经存在的那条河同名 而两条河畔的主人也同姓江 路径这里是鸡子的眼眸深处有一道南沿的光彩闪灭 这种眼底深处的期待 叶凡曾在鸡子提到要去地球看个究竟 说要去了解那条积水石看到过 很像 承仙路就要开启了 这些天来 叶凡他们上天入地 曾去过太阳星内部 却发现段德已经不在了 不知所踪 几人心头都是一跳 段德的肉身来历太大了 虽然已经破了 尔金在重立 但是依旧让人思绪很多 他曾说过 这一世绝不会错过 要进仙域 不会离开北斗半部 可是尔金面对几代禁区的至尊 他拿什么去整 而金又在何方 当然 他们倒也不替段道长担心 这个胖子比谁都奸化 怎么看也不是一个想送死的人 而后他们又前往西墨 发现了一件震惊的事 西墨成千上万的庙宇 全部拔地而起 落在了须弥山上 这座大山高耸进苍穹 为北斗第一风 宏大无边 壮阔无比 被诸多小星环绕 这等奇异的地势 相传是佛陀移来此山后 一念著成 引动诸天星河垂落 而也正是这一日间 西墨的佛徒 也都开始跋涉 前往须弥山 像是接到了什么最为重要的佛指 阿妙一未出关 与兰陀寺一起降落在须弥山 被阿弥陀佛的大阵所守护在内 亿万万佛徒启动 跨越佛门留下的玉门 前往须弥 像是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 圣大佛际震撼人心 这么多人 这么多佛光 整片西土都复苏了 像是有一尊巨大的佛陀 自远古而来 正在一步一步 接近当事 要出现在这个世间 并且 叶凡圣皇子等 也发现 域外 也有无数的光点飞来 没入须弥山上 那是宇宙各地 诸多佛教传承的信仰之力 而今全部加持到了这里 佛门的水果然是 让人看不透 轰 荒谷进地外 大裂缝崩开 欲发大了 让人心惊肉跳 护送各大圣地离去的圣者们 全都先后回来了 域外诸圣 也不断的降临 北斗紧张到了极点 像是暴风骤雨前的最后短暂时光 而圣牙内的声音 也越发的皆私敌礼了 不死道人完全的疯了 这浩瀚山河 不知会毁成什么样子 古代的至尊出手 地气全面复活而横空 纵然有骨质大地的阵文守护 此行也不行了 这云云重伤 美丽红尘 也许都将如烟花般的战法 就此消失了 叶凡机子等人清探 却也无力阻止 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以大法力收走大量的凡人 将他们暂时送往域外 这些日子以来 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 人族古路上的星辰 以及可以居住的天余空间 都几乎快爆满了 而紫薇这样的生命地 也是他们的目标 被运来大量的生灵 暂时入主 可是人太多了 他们怎能安排的过来 吃穿住用等各种繁琐式制约 当地土著的反抗等 让人焦头烂额 而且这些被救走的人 不了解真相 不愿背井离乡 凡人有怨 并且因为人数太过浩瀚了 形成了一股莫名的神秘能量 作用到了叶凡几人的身上 引发了非常不好的后果 众生不可泣 违背了他们的意愿 即便是好业 也会有结匠啊 他们知道只能住手了 不然他们不但不能继续 而且还可能会被带上神秘的枷锁 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该做的已经做了 我们也上路吧 最后看了一眼北斗星域 他们进入星空 将前往天之村与故人汇合 这段日子以来 他们不止回来一次 因为也向这里运送了一大批人 走时很宁静 但回来时却觉得有些异常 发生了什么 叶凡问道 星空深处 神庭地主再次传法旨 让你去一见 姬子月露出了一缕优色 毕竟那是一个将长道者 弃吞红黄宇宙 碧尼万卒 真的可以号令星空了 他又一次下纸了 叶凡也有了一丝火气 但那个人的确是强 而今还汗之不动 传法旨的人没有寻到你 是在人族古路上宣读的 召你去禁见 齐罗补充道 禁见 真把他自己当成人皇了不长 对人族圣体这样随意的招致 李黑水也跟到了这里 暴打不平 愤愤不满 也有传言称 并非是神庭地主下诏 而是一副教主 得惜宗法大圣 被斩了修为后大怒 让人你发旨 命你前去 不然将血杀你一万里 东方也道 南陵蛮族 举足搬迁 他们也进入了星空深处 东方也踏上了古路 正是他第一个得惜的情况 而后回来送信 好大的口气 好嚣张的身体 圣皇子冷笑 当年他的父亲为一代真正的圣皇都没有如此 一个将成道者组建的教廷竟敢如此了 真当自己军临九天了吗 天之村的人都气愤不已 但是却也有一种深深的忧虑 毕竟是那一个不可匹敌的人物 真要发函 叶凡必然有大火 等我布下无始大帝的七天正文 隐于天底界 我们五百年后再出世将他斩杀 黑黄彻底摆脱了失落 发出了豪言壮语 当务之急 天之村需要搬迁 再次换一个星空坐标 进入最遥远的宇宙边框 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乱世远离纷争与漩涡 才是自保之道 走吧 离开这里 所谓的黄金盛世 所谓的万古终极变局 留给古代的至尊吧 让准地境界以上的人去厮杀 我等 竟看一场盛世繁华 在这一日 黑黄刻下无上阵文 以他而今的造诣来说 弄出横渡黑暗宇宙的大阵 已经不成问题了 我们不会被弄丢吧 黑黄不怎么靠谱 做好准备吧 黑黄的不靠谱 天下谁人不知 上次他将自己都弄丢了 众人都大笑了起来 大黑狗上次将自己弄丢 在宇宙中回来后 一直被人们笑谈 但这却让他没脾气 确实没法辩驳 无尽的星域倒退 荒凉的景象出现 他们直奔宇宙边方 来到了最为凄凉的苦地 一片又一片的星河飞过 没有发现一颗生命星 走到极尽苦寒地 就能够跳出漩涡吗 远离了这场亘古唯有的大变局 就能避过这个大势吗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在这一日 东荒锐气澎湃 荒谷禁地内 铁链声响 哗啦啦震惊了难以 升达数十上百万里 震惊世间 像是有一个庞然大物在动 而与此同时 七大生命禁区内 也都发出了异常的变化 那一道道贯冲九霄的光芒 更加赤胜了撕裂苍茫宇宙 成仙路要出现了 诗人震惊 来自域外的诸圣浑身血脉膨胆 但是也紧张到了极致 死也许不可避免 所有人都早已预料到最坏的结局 但是不得不去证 数不清的强者 数以万计的种族 许多圣贤寿员都没有多少了 不去搏上一波 怎对得起自己与这紧见的大师 更有一些人 依然处在人生最巅峰状态也来了 站在太空中 俯视下方 不去临近 再等待机会 不去搏上一波 怎知没有机会 成仙万古来 所有修士的梦想 一直不能成真 所有古皇与大帝 共同推测 将在这一世出现唯一成仙路 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北斗的人几乎要窒息了 而强者内心的躁动 越来越强烈 到了这一刻不需要生命禁区内的古代至尊 有所表示 人们就已经也有了觉察了 必然是仙门快要打开了 最先产生变故的是荒谷禁地 在这一日 九座气势磅礴的圣山 剧烈的窑洞出现了一道道恐怖的大裂风 禁区内的圣山竟然要崩开了 不是仙路造成的 而是内部的人自己所为 物矮弥漫 向外扩散 一道修长的身影 立身在那里 绝世而孤傲 绣发披散 眸子清澈如水 清雾如沙 让他朦朦胧隆 依然看不穿 但是人们却能看到 在那虚无缥缈中立着的是一位女子 傲视而独立 躯体修长 风姿绝世 他就是荒吗 他要有所行动了 让禁地都要崩裂了吗 第1570章 荒谷禁地崩 鲜泪绿金 黄穴赤金 神痕紫金 龙纹黑金 几道铁链 蒸蒸而鸣 发出冲销的光芒 自那深渊下冲了上来 他们缠绕在那个女子的身上 将他束缚 限制其行动 有人说 这是他在自封 怕肉身太强大 而导致天崩地炫 以此锁住己身 事实上 他真的太强大了 在那漫长岁月前 曾有准地站在远处进行观测 认为用复活的地气去打都无用 呼咙 九座宏伟的圣山震动 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大裂缝 黑色的缝隙 像是连通着地狱 黑森森向外流动一种莫名的力量 吞噬天地道远 远处进去外的猪熊 全都感觉毛骨悚然 强大如他们 也感觉自身的精细神在流出 化作一道道流光 没入那一道道黑色的大裂缝中 众人无不悍然 尤其是狱外众圣贤 这是第一次见到荒的力量 莫不胆寒到极点 全都飞退 远离了那片仙路大裂缝 九座圣山在列 大裂缝自山头扩张到了山脚下 这可是一个生命禁区啊 何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从未有 让人灵魂都在跟着颤抖 那里有一种神秘的物碍 与岁月凝结在一起 剥夺一切 但凡有生灵接近 必然会老死 化成枯骨 最后成为尘埃 那个女子到底要做什么 这是一个让人敬畏的禁区 不知主人的来历 不知下方有什么 罪是神秘 嗤嗤 冲销的光芒飞起 没入苍穹上 非常的绚烂 又如酒挂银河 从天上坠落 分别连接于九座圣山之地 土石飞溅 光芒炸开 山巅上发生了变故 九株神药全都拔地而起 化成了赤圣的光团 离开了地表 天呐 神药要飞走了吗 是他们导致了九座圣山的军猎 在远处众雄震撼 全都眼睛发指 盯着深渊上方的锐光 一个个都心潮澎湃 那是谁要 谁不想得到 若是能飞出禁区 诸圣的眼睛全都变得炽热无比 一个个都张到了嘴巴 心中剧烈跳个不停 不死要 朱朱灿烂 叶片剔透 与平日的样子不同 尽情的绽放自己不朽的光芒 力量 要的人睁不开双眼 为何会这样 到底要发生什么动乱 人们全都疑惑 与震惊中充满不解 起初心中还有想法的人都慢慢心凉了下来 绝对没有一丝希望 那个女子就立身在山巅 岂会让他们这般楼椅得手啊 没错 即便圣贤在那个女子的面前恐怕也只是楼椅般的存在 真要动手的话 他也许弹指尖就能灭掉天地万足 物更大了 那神秘的力量依然在流转 好在没有汹涌澎湃出来 全都在那深渊口环绕着 不然可能是蔑视大灾 众生都要被剥夺走生命 而那九株拔地而上的神药却更璀璨了 他们像是要融化了 成为光芝化的东西 不复存在真心 他想毁掉不死药不成 众人心头俱振 他在炼药 相传这是骨质大地的手段 与虚空中炼人是大药 可言一是命 有老圣人惊叹 了解的越多 对那个女子越发的恐惧 他并未动 只是以眸光凝视 关注此药的光化过程 长县路似乎真的要历史开启了 不然他为何有这般的举动 也许是续命 要以最巅峰的状态大战古代至尊 这是许多老圣人的猜测 全都屏住了呼吸 紧张的关注 过去不可见 将来也不可能再见到了 因为这个极数的存在 让人敬畏到骨子中 可惜所有人都猜错了 大药并没有被腐蚀 也没有被毁 他们像是九轮太阳般横空 悬在那里 而后快速转动 呼啰 伴随着大道轰鸣声中 数不清的大道碎片飞出 自光中脱离 排列在虚空间 重新组合 成为飞仙般的光雨 极度灿烂 所有人都惊呆了 恨不得立刻冲过去 让那光雨交临 收无穷的大道碎片于体内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 而后九个光团冲向了一起 碰撞出了最为刺目的光 而那些大道碎片 也跟着熔炼向了一起 在那中心处 凝结为一个光团 巨大无比 赤胜夺目 压得虚空都快崩塌了 最后在人们震惊的目光中 一株不死要成形 化生而成 九株并为了一株 成为了一株完整的仙药 他共有九支 每一支都生有不同的叶 共有九种颜色 他剔透生辉 整株高不足一米 皮似隆林 枝若飞黄 非常的玄妙 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名为九庙不死要 当年整株被人一分为九 分别栽种于九座圣山上 而今终于合一了 让世人得见真正形态 显化人间 与此同时 九座圣山在崩 在烟尘中 隆隆毁坏 九口神泉干涸 再也不流淌 所有神水都不见了 这是一场惊天大变 巨大的裂缝扩散 长达也不知道多少里 九座圣山最终倒了下去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女子身上的仙金作响 各种光飞舞 像是有通天剑气在扫出 蒸蒸作响 那些仙铁链全部的断掉了 她彻底解脱束缚 傲立人间界 俯瞰朱天外 轰隆一声 大地深陷 深渊附近数百里坍塌 下方竟然是一片巨大的废墟 其中更是有一座巨碑 威然耸立 上课三个大字 称仙鹿 那种字很古老 诸圣中都没有几人识得 有人说那是通天仙闻 也有人说那是神话时代的文字 怎么会有这样一座碑 所有人都带入了 难道说仙门最终真的会在这里打开 因为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传言 长仙鹿会在荒谷禁地的深渊下出现 这个女子占据这里 成为一个生命禁渠之主 岂不是太过逆天了 终于可以确定 天仙玄圣地当年夜未疯狂 这是为了闯成仙鹿啊 北斗所有人都叹息 在那个年代 东方曾出现过一场剧烈的波动 有虚空大裂缝崩开 必然是成仙鹿要开启的征兆 那是史上最为辉煌的圣地 构筑了通天大阵 持地气杀了进去 希望与瞬间闯入仙门内 与正确的时间飞心 可惜他们错了 仙门并未开 繁盛到极尽的天玄闯进去后 通天大阵崩碎 他们无法在第一时间退出来 有地气在手 也不能够护他们平安 荒谷深渊中的力量 将他们这一脉灭了个彻底 只余下几人 垂死逃出 还有另一座呗 众人惊议 这些都是谁以来的 据传最早时此地的主人 不是一个女子 她是后来入主的 取而代之 那是一座巨大的古碑 上面有符文闪烁 有大道流转 化成一缕又一缕 无敌的权益 从那里迸发而出 六道轮回拳 有人惊呼 见到了这样几个大字 至于具体的修行法门 却看不到 震撼人心 同时激动 恨不得立刻扑上去 记载于成仙路上的无敌权法 这个说法果然是真的 就在这里 人们惊叹想到了那些传说 六道轮回拳被记载于成仙路上 后来被老疯子带了出来 传给了叶凡 这一切果然是真的 没有一点虚假前途吻合 巨大的废墟 倒塌的宫殿 这里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怎么看都像是一片仙界天阙 疑似从仙域坠落而出 那种气息让人惊悚 那个女子要做什么 所有人都惊疑不定 九座圣山崩 露出了深渊下的真实场景 让世人猜测了万古的密地 终于得见天日了 也让众人得见真相 但今日这一切太诡异了 废墟上一座五色祭坛浮现 并不坠落 那个女子带着云雾 向下降落 九庙神耀相随 在其后方跟了下去 来到了那刻有成仙路三字的聚备前 有十几人相迎 那废墟中竟有人 是了 都是荒奴 其中一个白衣女子 像是现代人 服饰与当今的没有什么不同 另有一个女子 则被人认出 应该是六千多年前的 东方第一美女 天玄圣女 因为那种服饰 正是该叫的圣女侠依 此外 还有一人也被认出 乃是一万多年前的夏丰古圣 曾经数次觐见过庆帝 愚者再也难以认出了 服饰古老的惊人 无法辨别来历 云雾绕洞 连天眼都看不穿 难以得见他们的真容 君临人间界的禁区主人 眉心光滑一闪 轰的一声像是劈碎了天地 那里竟然凭空出现一道巨大的光门 他就这样一步迈了进去 这让人看得瞠目结舍 而让人更为吃惊的是 刻有成仙路三字的天碑 与刻有六道轮回拳的古碑 竟然化成一对巨大的门户 挡在了那里 封闭了那条通路 这个女子带着十几名黄奴 就这样进入了那条路 消失不见 一个神秘的世界被隔绝了 众人都带住了 天那是成仙路吗 所有人都哗然 具备写得很清楚 举世修者都想踏上成仙路 就这般被他进去了 这个女子等到了最为正确的时间不成 这是要成仙了 难遇沸腾 东方发生了大地震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震颤 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接近 不敢去踏那条路 因为废墟中生起大量的物碍 将那里淹没了 是可以剥夺岁月的力量 第1571章 至尊出 而也几乎在同一时间 各大禁区都有神明般的气息爆发出 乱天动地 浩荡乾坤 席卷亿万里 各大禁区都有动作了 古代的至尊动了 有人要出事了 仙灵一片神秘的古地 相传这里藏着心 古来多少营结深入进去 都如泥牛入海 从来都是有进无出 这个地方有大丘 有石碑 全都高大无比 疑似一座又一座古坟 是东方最为凶险的绝地之一 平日间这里一派荒凉 几乎都听不到动静 巨大的坟头死寂 什么生物都没有 可是而今中心区域 却有冲销的光芒 勾动了三十三层天 有生物要出来了 成仙路将线 古代至尊终于坐不住了 都先后有了反应 仙灵中走出一个生灵 被青灰笼罩 看不出他的真行 血气冠绝当代 溢出那么一缕 就让附近的大荒 崩碎了 这根本不像是一个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而今已经快要腐朽的存在 他依然盖世强大 在这个人间界有无敌大事 这是一场暴风骤雨 不是探路的仆人 也不是弟子级人物 而是一位古代至尊 他真的出来了 与一刹那间 他就将那溢出的一缕契机收敛了 只是头盖骨在散发冲销的光 贯通诸天 这无法延去 似于他们的状态有关 就在这一瞬间 鬼哭神好 天地颤礼 众神都像是恐惧了 这人世间一会儿血雨倾盆 一会儿神花怒战 在血光中晶莹的花瓣飞舞 诡异到了极点 方圆数百万里 所有生灵众多修饰 莫不禅力 至尊处事 即便掩盖去了契机 一切都内敛 依然让人感觉 像是有一尊至高的神明 复归了源自本能的恐惧 仙灵中的存在 背负双手 阳头望天 像是在追忆曾经的争容岁月 再次得见天日 让他恍若隔世 事实上 真的是隔了千百事 他一举一动 让九天十地都要颤礼 他一步迈出 脚下出现一条鲜光大道 贯通向南方 与弹指间来到了荒谷近地外 仅一步而已 就到了这里 与谷之大地复活一般无二 虽然地气内敛 并未释放 但依然让整片南狱的生灵 全部惶恐 附近区域的人不由自主的扣手 古代至尊处是天地大道都哀鸣 万灵共尊 诸天所有种族都要臣服 仙灵中的至尊来到了荒谷近地外 遥望近地深处 谋得深邃 像是汪洋浓缩而成 深不可测 再细看 里面宇宙星河幻灭 诸天崩塌 开天辟地 万灵出生 那种眸光让人嫉妒 像是在面对一个开天辟地时代的创始者 当真是灵魂都在颤抖 仙灵中的至尊 盯着荒谷近地深渊下的废墟 以及那对巨大的石门迈开脚步 竟有进去的冲动 可惜了 一位故人被镇压了 此地就这般易主了 不知他还在不在 仙灵中的至尊自语 这些话一出远处 跪伏在地上的诸圣 全都寒毛倒数 据传 远荒谷近地的主人 不是一个女子 而是后来易主了 竟然是真的 从古代至尊的口中 得到了证实 他继续迈步 要入荒谷近地 不知道是要为故人讨一个说法 还是要进那条城仙路 就在这时 那对巨大的石门前 出现一个雄伟的身影 浑身都是金色的毛发 看起来恐怖至极 被浓重的雾碍包裹着 震撼人心 众人胆寒 这种丝嚎声 太过恐怖 而且难遇的修饰 全都感觉有些熟悉 皆震惊 这是人们惊呆了 默然想起 偶尔禁区内 又会暴动 传出 魔吼声 这就是这道声音 禁区内 还有一个武上的存在 除却那个女子外 另有这样一尊巨大如盖世魔主的至尊 你还在 但不服声矿 不行了 来自仙灵的至尊清探 似乎有点吃惊 这是一个高大的神物 能有实诈 竟是凭空出现的 金色毛发射人 血气滔天 与古代至尊所说的不行像 是完全不搭界的 他身上戴着镣铐 哗啦啦作响 沉重无比 为神经组成 诸圣头皮发马 若是没有意外 这当是荒谷禁地原来的主人 这才是真正的荒 这个女子是谁 众人毛骨发寒 寒毛速速的坠落 是被一股寒毛削掉的 心筋都在哆嗦 太过震撼人心了 他若不来 我就作画了 再也坚持不住 是他让我得以活了下来 真正的荒发出了低沉的声音 在金色毛发与混沌气间 竟透出了一对鲜红如血的毛子 让人惊悚 仙灵中的至尊止步 并没有进去 因为若隐若无间 那个浑身是金色毛发的雄壮身影 露出了一缕威压 与他针锋相对 当初你不与我走 自立于此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来自仙灵中的至尊 冷漠的说道 我与你必有一战 但不是今日 浑身身有金色毛发的男子 毛子更加的血红了 露出了一股盖世的霸气 瞬息席卷了整片东方大地 而后光芒一闪 他消失了 我等你 期待与你这个唯一活下来的一战 仙灵中的至尊冷淡的说道 似乎没有一点顾虑与担心 唯我独尊的气概 尽险无疑 人们都是已经 浑身金色毛发 气血冲天的男子是谁 他似乎有极大的来头 当是古史上的一个盖世的人物 能够寻到跟脚与来历 仙灵中的至尊转身 直接走向了仙路大裂缝 离开了荒谷禁地 背负着双手 独自一人在那里观看数千丈长的巨大缝隙 直到很久后 原地光芒炸裂虚空 他一下子不见了 自这一日后 北斗星域风云动荡 几大生命禁区 全都出现了更为可怕的波动 一道道光束冲销而上 据传 那代表了古代至尊的树木 一道光为一人 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果位 那是他们的道永不凋零 每一个生命禁区内 最少有一道光冲销而上 而太初古矿可能是三个 甚至四个 也许为最多 不过光束与光束并起 诸圣是不能够分清的 根本看不透彻 人们感悟诸多大地的道 临近数位古皇的真身 在这一世成真 从来没有一世 像今日这般 不是一个至尊初而是启动 自这一日开始 宇宙中的珠强 全部如飞蛾扑火一般赶来 人越来越多了 无边无厌 群星璀璨 这是一个大事 这么多的强者旗线 彰显无矣 准地都不止最初出现的那两尊 还有这天地浩荡 星域乱颤 北斗星域发生了极为恐怖的变化 五块大陆东方北原中州南岭西末全都开始发光 那是什么 众人经到神魂都要飞出来了 五块大陆宛若五色地坛发出不同的光 像是要复活了 这般巨大的法阵真是前所未有 震惊世间 这是要横渡向哪里 难道 难道 这才是先路 轰隆 人们吃惊地发现 当五块大陆腾起朦胧的光辉后 荒谷进地外 那里的虚空大裂缝更加巨大了 不断的炸开 隐约间 有真龙咆哮 仙皇明九天的声音发出响彻背头 仙路真的要开了 越来越近 人们似乎感受到了仙域的气息 使那一界的仙灵在嘶吼降临下种种气息与威严的大师 翁 一杆神枪横空 锐光亿万缕 自宇宙深处飞来 撕裂虚空 静止就降落在北斗 准地绝对是一位志强的准地到了 这一世北斗除却一个盖九幽外 不可见准地 而域外却有人攻城 同一时间 北斗域外的太空中 一艘金属小船 不过一两仗场 其气息陡然变胜 内部的人竟然直接从大胜状态 晋升到了准地经 压制这么多年 终于该还我到国了 期待成仙路开启 金色小船中传出这样一道声音 若是叶凡在此 一定会心头一惊 因为这正是当年在他身上坐过手脚的人 被西墨的老僧 临座画前识破 利用画道的力量 为他破除了 这两尊准地出现后 倒也低调 都快速的敛去了自己的细息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生命禁区中的鲜光 要避风芒 又是一声巨响 一座蓝金地塔出现 高三十三层 代表了至高无上的三十三层天 而且每一层都有母气垂落下来 若一挂挂天河 他静止就飞进了这颗大星 而且他并不停下 也没有脸去光芒 从西墨到北原 再到中州 又进南岭 最后又飞入了东方 在诸多壮丽山河面前 都曾盘旋 像是在打量 好一颗大星 留下了这么多大地的足迹 这座地塔中发出这样的声音 像是有无尽的感慨 轰隆一声 当他路过不死山时 短暂的停留 向内眺望 山中的古代至尊 威严依旧 并无任何表示 而当他将一缕神念 探向那株悟道树 又瞄准了玄武神药时 顿时一声冷横传来 让整座地塔都是一颤 呼啰 与此同时 一道恐怖的气息爆发而出 一个无头的骑士 腾空而上 坐下是一头石兽 海碗大的蹄子 蹬碎了虚空 无尽的地气爆发而来 席卷天地 向前疯狂冲击 滚 虽然无头 但是他的声音 却像是惊天霹雳一般 震得苍茫天雨都颤粒了 不有声的世界 听中国的声音 听China.com 听中国 第1572章 准地战 你不过为一个仆人而已 也敢自视为至尊 对我嘶吼 永恒蓝金筑城的地塔内 传来一道冷漠的声音 非常的不快 身为一个江城道者 在这一世将会绽放出 最为璀璨的光彩 除却古代至尊外 他可号令整片宇宙 而今就是真正的古代至尊 也不能够这般的侵蚀他 会给予一定的尊重 而一个无头其事 却这般的呵斥 视他如无物 让他感觉欺人太深 在禁区面前 少摆你的神庭之主的地位 慢说你还未成道 就是真的是一尊大帝来此 又如何 你算什么东西 无头其事 话语相当的尖刻 根本就不讲一分的情面 甚至有些刻薄 但是却说得很自然 很认真 绝不是故意羞辱 因为在他看来 这就是事实 哼 地塔中传来了一声冷恒 整片天地都一阵的颤礼 一股围压向前汹涌而去 顿时间人寒 马斯那无头尸体一声大吼 向前杀来 地气逃天 无头骑士身穿黑色铁衣 高大而神武 手持黑色而冷冽的战毛 又设服天地之姿 可惜没有头颅 在其景象处沾染着不少的血水 在他的座下 是一匹高大的石马 摇头白尾 昂首长丝 强大骇人 顽口大的石体子 每一次落下都踏裂虚空 这一骑人马向前冲来 震动了整片东荒大地 虽然杀鸡被不死山所祖 给限定在了这里 但是依然有一种气息 铺天盖地不毁万物河山 但却能席卷人世间 地战 所有人都静待了 全都望向那个区域 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举世震惊 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地者 也不曾感受过那种波动 但是仅在这一瞬间而已 他们就知道了 那就是地者 与众不同 有一种超越轮回的力量 让他们的潜意识觉醒 意识到了这个等级 发生了什么 真正爆发地战了吗 众人惊悚了 全都不可思议的跳吧 若非不死山 阻住了杀鸡 这个时间注定将会血色洪水滔天 万灵尸骨长山 太过恐怖了 这就是地者不可抗衡 这应该是真正的准地战 有大圣做出了判断 心惊肉跳 沾了一个地字 真的可以用地战来形容 远胜过他们 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而叶凡如果在这里 也一定会震惊 真正的准地 怎能是老藤蛇可比的 说他有那样的实力 实在是太抬举他了 准地 沾有一个地字后 真的是天地之差了 那是一段崭新的天地 不可超越 轰隆 不死山内里 无头骑士 一人出手 如千军万马奔腾 附近大荒无恙 但是早已撕裂了 苍穹 打到了狱外 让诸多小行星炸碎 他坐下的石码 有很多部分都化成了血肉 恐怖滔天 无以伦比 也在释放一缕缕恐怖奇迹 这一战 若是换上了大圣来此 绝对都全灭了 来多少死多少 根本就不够杀 而这还仅是准地而已 并非真正的大地 轰隆一声 永恒拦金 铸成的地塔落下 不断放大 将无头骑士 与那匹战马 压得抖动不已 虚空炸开 这是不可承受的地位 是一种浩大的威严 神庭的地主动怒了 不再顾及不死山生命禁区 开始强势出手 无头骑士并非至尊 只是被封印下来的一个仆人 守护不死山中心重地的门户 虽然至强可以横扫人间敌 但是地主显然超过了这个范畴 这种力量不属于人间 快堪接近至尊了 不是他所能铲灭的 永恒蓝金筑成的地塔 剧烈咬动 三十三层塔身与三十三层天 像是凝结在了一起 又毁掉漫天星辰之力 且母气如星河 共有三十三卦 茫茫一片杂落下来 每一旅都众若亿万军 非人力可承受 吼 无头准地大吼坐下的圣灵马 也发出了神威 与他共同抗衡 可惜还是差了一筹 对抗不了 竟被压得浑身军裂 连那黑色的甲咒都要崩开了 而那杆战毛也是哀鸣不已 突然一声冷声传来 自那不死山最中心的神秘古地震出 整座地塔如闪电 披肌一阵剧烈的摇动 永恒蓝金光滑大声 斜飞了出去 无头骑士挣脱了出来 浑身血气燃烧 刹那复原又要冲来 但是进去内一道神念阻止了他 而且有一道宏大的波动亲自而出 向着地塔压来 让这里隆隆而动 神庭之主顿时心惊肉跳 大喝道 我并无冒犯之心 也不想与你们结缘 不过是路经此地而已 何须如此咄咄逼人 有还是没有你自己清楚 连不死山的神药都想要寄予 你还将古代至尊放在眼中了吗 无头骑士冷漠的声音传来 而今古代至尊已经苏醒 已经不是过去 神要重新有主 不能够容忍任何人来此亵渎 与彰显自己的威严 在无头骑士看来 地主这是在向宇宙中的诸多强者 彰显自己的实力 为日后统一大宇宙铺垫 必须要反压回去 大道波动恐怖 席卷诸天星辰 域外的诸多星辰都颤立了 而这片大地却被钉住 不曾有一丝的咬动 凡人不知 可是诸圣却感受分明 从头凉到脚 这种威事太过可怕了 超出了他们的理解 拿什么去争斗 永生永世都没有希望 线路若是开启 他们连浑水摸鱼都不行 也只能够等待古代至尊 进去后才能够行动了 差距真的太大了 这是云泥之别 地塔哀鸣 速速颤抖 上面出现裂纹 当中的地主也挡不住 将被拘禁出来 砰 一道光影 直接被扯出 而不死山中的存在 都没有现身 远在古地中 就有这样的盖世神威 让人震撼 这道身影很朦胧 甚至有些虚弹 并不真实 这就是地主 这不是他的真身 只是一道神念而已 在这片区域的大圣 又一次惊悍 这个地主也当真了得 真身未来 神时就有这般盖世之力 可敌无头其事 太让人震撼了 难怪神庭之主 这般的底气族真的很强 真身若来 难道还真能与古代至尊一战不成 不死山中的至尊 并没有立刻出手灭杀他 而是在观看 似是觉察到了什么 波动并未立即压上前来 反倒扫向了远方 前辈至尊 我无意冒犯 这一切都是误会而已 在这一刻地主的姿态很低 认真地解释 然而无头其事 却很反感 他世代守护在此 最恨这样的人 不死山中的至尊 一句话都没有说 似乎是自视身份 最终他出手了 一缕波动袭来 有天地大道碎片 直接临时组成了一个大手 一把将地主的这道神石抓住 就要粉碎 众人悍然 这位禁区之主 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 就要将这个拥有准地级战力的神石给灭杀了 太过恐怖 悬殊巨大 我道你一生前辈至尊 但并不怕你 真以为你还是昔日的成道者吗 神庭之主 以神音大贺 竟然很是强势 所有人都呆住了 竟然有这样的人 敢贺吃古代的至尊 太过让人震撼了 你这是在挑衅至尊的威严吗 无头其事大贺 什么至尊 真正的大帝与古皇都死了 神庭的主人大吼 声音震动整片北斗星域 惊得所有人都发症 这是何意 他在否定所有生命进去吗 那只由天地间的大道碎片临时划成的大手 并没有立刻拽写去 而是任他说出来波澜无惊 耐性极好 我承认当禁区主人拼命啊 可以回到从前的志强状态 依旧会天下无敌 但是他们敢吗 能有一次还是两次那样的机会 事后会发生什么 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神庭之主大喝 这无疑是震撼性的消息 寻常人怎会了解这些 根本就不知道 想不到这样一位将成道者将此中的秘密 道了出来 在平日间 他们纵然比我真身强 也不会是天地之差别 他们重登昔日最辉煌之殿 也只会在先路开始时才敢挥火 在此前 真敢去那样杀我真身吗 不敢 我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并不想为敌 若是相逼 我也无惧 神庭之主放狠话 完全是活出去了 这个世间恐怕也唯有他的这个即将正道的人 才敢如此说 不死山的主人用实际行动做了回答 那只临时的大道手掌合拢 直接的将他的神石碾成了碎片 化作了飞灰 太过强大了 盖世无敌 禁区之主根本就无法抗衡 这般强大的地主都没有让他动弹一下 直接的以天地间的道则碎片抹杀掉了 无头骑士就要上前 取走那座永恒拦金筑城的地塔 收进不死山中 然而就在这一刻就有数道强大的神念贪婪 如红黄神魔似仙界至尊 震撼的他都忍不住颤抖了 不仅一味至尊出手要抓走由永恒拦金筑城的地塔 毫无疑问皆来自各大生命禁区 这是先料让古之大地一级的人都要动心 轰然而不知道是谁牵引将磁塔震飞了 且应该不止一股力道作用在上 直接自中欲打进了南欲 磁塔发出刺目的蓝光 永恒不灭 璀璨夺目 像是燃烧起来了一般 竟然砸进了荒谷禁地中 显然有至尊要掂量一主后的禁区实力 到底如何 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荒谷禁地中的女子根本就不在意 不想夺塔 不汤浑水 而是一巴掌扇了出来 声音清脆 而后是炸裂的声响 永恒蓝金筑成的地塔崩碎了 化成一大片蓝色的光雨 冲到了域外 将诸多星辰镇成积粉 消失在宇宙深处 第1573章 宇宙中心 蓝色光雨飞舞 灿烂而美丽 这是仙金碎片 冲进了宇宙最深处 诸多大星被冲击成积粉 如一场烟花战法 壮阔而惊逝 吼 在那浩瀚的天宇深处 一座悬浮在混沌器中的宏伟天宫中传来一声怒吼 他接到一脚经营的碎片 碎片 粘在了纸端 某的深处是无穷的冷冽 日薄西山垂目老矣 就让你们成为一时 他日我若君临宇宙将改邪一切就之许 地塔被毁 这道被混沌物矮淹没的雄伟身影 端坐在最高宝座上 神色冷漠声音低沉 但却依然强势而自信 霸气绝伦 北斗星宇诸圣宣飞 所有人都震惊 这太强大了 一巴掌而已 就将永恒蓝金筑成的33层天塔 打成了碎片 化成大片艳丽的光雨 消失在宇宙深处 这是何等的霸气与伪力 荒谷禁地之主 根本就看不上这件鲜料 不屑于故一掌粉碎 各大生命禁区 几位古代至尊默然 刚才明显是有人想挑事 掂量荒谷深渊中的存在 不曾想就这般的落寞了 荒谷禁地的九座圣山崩塌了 地下是大片的废墟 被雾埃笼罩 但却不显颓废 反而让这里更加深不可测 让人敬畏 外面那道鲜路大裂缝越发巨大 而五块大路也发出微弱的光 巨大的五色祭坛像是在复活中即将打开一道局门 北斗连准地都谨慎无比 不敢再肃无忌惮 前车之鉴有目共睹 将成道者的神识覆灭 盗气被毁 怎不让人心惊肉跳 即便如此 圣贤却也是越来越多了 诸天万玉 各大生命古地 但凡有一定成就者都不想错过 全都赶来了 以受缘无多者为主力 罪是无畏 死对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 反正就要面对那一刻了 若是能搏杀过去就是另一个天地就此长生 而其他志强者自然更自负 难道还比不上一些日泊西山的老家伙不成 一些如日中天的大圣与教祖 全都均临藏地兴附近 当然 他们不会去于古代至尊象征 很明白自己的地位 即便是一欲称尊 号称一颗主星的最强者 但是在这里是龙也得盘着 是虎也得趴着 不敢自私 这些人大多都守在狱外 等待机会 至尊征伐过后才是他们登场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地位与资格 北斗星域风云浩大 紧张气氛越来越浓烈了 到了最后 整颗古星都在发光 众生都在等待成仙路的开启 而几大禁区内 那贯充三十三藏天的光束更加璀璨了 巨大无比 曾经天上地下无敌 统治远古宇宙的至尊几乎都觉醒了 这种气氛让人窒息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就是圣贤绷紧的神经都要断了 每一个人忐忑不安 战战兢兢 万古的等待 只在那一瞬间开启 将会产生颠覆人间界的最大变局 闯进仙域 成道非仙 是每一个修士的梦想 仙不可见 似乎从来没有人成功杀进仙域 一切的问题都积累到了这一世 神话时代古天尊的西纪 太古时皇者的希望 荒谷人族大地的期盼 都即将落幕 要有一个结果了 这是暴风骤雨前的宁静 到了此时 没有人抢试 没有人征战 连禁区中走出的一些生灵都很低调 一时间整片世界都像是失去了声音 去北斗吗 那里尔鸡将成为古来最强的战场 即便没有呈现的希望 也应该去见识一番 当去 古路上的试炼已经到极点了 最终极的地路之争 还不知道何时才会开启 应该去藏地兴 怎能错过 万古前的至尊出现 也许可能会有昔日的古皇与大帝登场 也说不定 这个级数的无上存在 无论如何都应一进 不错 说不定还会有神话时代的古天尊 也说不定 最不可思议的仪式到来了 怎能错过 就是不能参与进去 建造也是应该的 在人族古路上 一些年轻的后起圣人全都在议论 近日来北斗风云洞六合八荒 但凡强者莫不听说了 全都在热议与关注 不仅局限于这条路 圣灵的古路 神族的古路 古皇族的路 这些至强的道路上 每一个人都在眺望北斗星域 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动神了 赶向藏地心 纵不能参与进去 也要见证 看一场最盛世繁华 听一曲 先录最激烈与最强的战曲 轰 一声巨响 天崩地裂 一句道声 横空而过 让诸多星辰都颤力 震动浩瀚星海 什么人 这般强大与强势 旁边一条古路上的圣域中 许多人发出惊呼 见到了那个 横贯星河而远去的身影 都露出了惊入 是太初 他是第一个 在终极古路经碑上 刻下名字的人 竟然有人认出了他 曾经 有缘意见 远远地观看 这个时候 道出了他的来历 顿时 引得一些人惊呼 宇宙中 古路众多 唯有最强者 打破智库 终极一跃 才能进入最终的那座 天官前 留下自己的名字 第一个 第一个感到的人 无论如何 都会给人印象深刻 他此时横空而去 前往未知的星域 自然牵动人心 哄 又是一声巨阵 有很多道身影横空而去 一个个法力逃天 镇的下方的圣城 都快崩塌了 那些人全都可以靠 己身之力横渡宇宙 都是在经碑上留名的人 是各条古路上的志强者 想不到全都懂了 都是在前往北斗星域去见证吗 毫无疑问 北斗星域成为了全宇宙的中心 十方瞩目 万足共期 所有的风云都聚集向了内力 璀璨星空下 一个修长的身影出现 被一百零八道神环笼罩 超然出世 整个人神圣无比 连发丝都被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彩 整个人无比的灿烂 宛若太阳神子临时 正是消失多年不见的遥光 出现在了古路上 他祥和宁静 通体散发金银宝灰 眸子深邃 自语道 终于要开启了 我也该回去了 准地的骨 古代至尊的血 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宴 瞬息间 他便消失了 轰隆 又是一声巨响 一道可怕的身影出现 一步一步迈出 诸多星辰在脚下航退而过 他有一股气吞山河之事 这个人是谁 怎么这么特别 好似可以在大宇宙中独尊 唯有他能成帝一般 那种气度是发自骨子中的 人们震撼 感受到了一种志强的压迫 天上地下独尊 碧尼万古诸玉 就是那个人的气势 举手台族 如人主将士 他是 帝皇 什么 一位大帝或者古皇 不了解的人惊呼 一脸的骇然之色 不 他的名字就是帝皇 曾在唯一真路的雄关前提名 排在第五十位 明鉴帝皇二字 极度的恐怖与强大 在太古年间 这个名字曾惊心一信 做出了很大的动静 一个人杀死了当时 所有赶到终极天官前的 地路征凶者 但是最后 他在那座雄关 轻叹了一声 未曾进去 转身 背对而行 就此离开了 当有人 道出这一则密信后 惊得星域古路上的人们 都震撼了 这得多么强大 一个人杀了全部 岂不是天下成尊了 惊艳无敌 可他却选择离去 他选择封印园中 刘带这一世出现 而今再次出世 真不知道会交出何等的风铃 只是藏地兴的水太深了 他这般强势去了那里 见到古代的至尊 多半也只能盘卧起来 对抗不了啊 一个又一个大人物向着北斗而去 让古路上的人都无言了 而及此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前往 都想看一个究竟 人们都很清醒 争不过古代至尊 也不能去争那些门 不然功力 即便是暴涨万倍 都会被灭杀 而今前来 也只是为了看一场 黄金盛况开启 受此影响 人越来越多了 古路上形成一股风暴 全都向那个坐标防卫集中 诸圣骑上路 飞仙星的封印松动了 那些讨伐者又上路了 一场天崩地裂的大进攻又开始了 在这一日 有人传来消息 在遥远的星域中 那里聚集有诸多古老的大族 当中步伐自古代封印先来的 志强者 他们在整局 是想寻找到先中 还是要掌控荒塔 或是将攻向藏地星 袭击成仙 这都应该是他们的目标啊 不仅是他们 紫微星域 勾尘星域 同天星域 阿弥陀星域 火丧星域 羽化星域 永恒星域等诸多生命地 全都蜂拥而动 十万骑神魔 踏宇宙 百万强者 渡北斗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隐忍了万古 所有修士诸多强者 全都坐不住了 有能力者 皆在赶往藏地心 这天都要踏了 这地都要崩了 即便无事也要出事 这宇宙太大了 广袤无影 不提弱族 但强大的种族 可以横渡宇宙的族类 就数以万计 全部集中向一遇 这是一场可怕的大风暴 星空中 一个中年僧人 满脸慈悲下 盘坐扑团上 像是千年未动了 身上都快被尘埃淹没了 这时他站起身来 迈步向星空中 在其身后金铲子相随 另一片星域 一个老者看起来朴实无法 气韵自然 骑坐在一头青牛身上 也已经上路 走向星空谷域中 哼 十天后 北斗星域发生惊天的巨响 忠心生命大兴上 冲出了一股盖世神力 快速扩散向宇宙中 诸多星辰全部炸开了 第1574章 成仙路开 北斗星域像是发生了大爆炸 有一个极点崩发出 让诸多星辰陨落 化作激愤 绚烂的光在照耀 璀璨的芒在飞舞 这片宇宙恐怖无比 各种圣人气息澎湃 怒吼与惊呼声 此起彼伏 北斗星域发生了惊天大变 荒谷近地外 那道大裂缝崩开了 一下子扩张到了上万丈长 直接没入了禁区中 一股恐怖的光冲销而上 盖世神力正是源自这里 极度璀璨 成仙路将要出现了 这个地方在崩碎 仙路要出现了 真的要在这一世 写化世间了 天门大开 仙月将要出现 期待了数以百万年的终极古路 要横观良界了 这像是一种古老的咒眼 响彻天地巾 又像是一场祭祀音 震撼了九天十地 浩浩荡荡 神音震耳 星域都要崩开了 唯一让人安慰的是 北斗这处生命地 无比坚固 受大地法阵护持 被诸多古代至尊镇压 不能崩裂 不然没有这些法阵与禁区之主 必然也会像域外的很多星辰一般粉碎 化成宇宙尘埃 这个地方虽然有光芒 冲破苍穹 但是本身却纹丝不动 不曾有毁灭的迹象 砰 心路炸裂 一具尸体落下 让人心头震动 不是古皇 就是古天尊 那种服饰太过古老了 但是紧接着他就化到了 成为冲宵的光芒之一 这是一场天地大劫 有圣人赶向北斗星域时 不小心被爆炸出的盖世神力扫中 当场就化成血泥 根本就挡不住 不会太久远 就要炸开了 闲路将陷 古代至尊将要归位了 也许就在近日内 人们的预测时日过多了 因为接下来就又发生了大碰烈 各种鲜光飞舞 半截焦黑的躯体坠落 化为浓血 成为飞灰 帝师的又一次出现 也引爆了混沌 让大裂凤广阔到了极致 当中传来阵阵嘶吼声 仿佛有生灵在咆哮 是真龙 是真龙 我好像看到一头龙横空而过 不 那是雪月庆 是昔日的妖皇 几乎打进去了 可惜他最终倒下了 这是他的残念 这一日北斗星域皆震撼 众多强者 莫不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人们并不是冲向环谷禁地 而是冲天而起 逃向域外 因为他们知道 古代至尊可能要出动了 必须要为他们让路 受缘将近的人 有部分留在了北斗 因为他们生命无多 实在走到了极致 经不起折腾了 说不定在飞向域外的过程中 就会划到 其他人全都冲向附近的星域 有多远必多远 静等那一刻的来临 轰 先路再崩 云雾翻腾 洁白如青纱 祥和之己 只要吸口 就会让人身清气爽 快速陷入悟道境界中 真正的嫌弃啊 可以滋养人的元神与肉身 多半对准地境界的人都会有作用啊 人们震撼了 许多老修士拖着将腐朽的躯体上前 拼命的汲取 竟然有了一丝精气神 比不久前的状态好了一大截 这自然引发轰动 正在逃离的人 有部分又冲了回来 实在是不干呢 这是逆世的先气 吸口就可以让生命状态好上不少 轰隆一声 群星乱颤 北极仙光 漫天飞舞 像是一场盛世烟花 也不知道滋养了多少人 这是仙门将要开启的征兆 在咔擦声中 若隐若无的虚影险现 在那大裂缝的黑暗中 耸立着 在混沌中不朽 巍峨高大 那是仙界的建筑物吗 太过宏伟了 透过世界屏障映现了出来 可以看到模糊的轮廓 轰隆一声 大裂缝崩 竟然有瓦砾飞了出来 裹着仙气 带着不朽的力量 隐约间 人们听到了仙黄的名叫 透过一丝缝隙 看到了草木丰盛的大荒仙迹 然而阴云一转 又将那一切都遮住了 所有的一切都被阻挡在另一面 出现了就是这一日 生命禁区中 有古代至尊大吼 镇的域外的星斗 速速的摇动 一些小星辰 直接就坠落了 太过恐怖绝世 轰 天崩地裂 鲜月大裂缝 释放了夺目的光 乱石 枯木 瓦砾等一起飞溅 而后又化成了飞灰 就在那深处混沌器被震散了 露出了一座巨大的雄棍 那不是石头堆砌而成 完全是由法则凝聚的 诸多大圣 一方教祖 立身在裂缝前都会颤立 根本就站不住 除却实在动不了的老修士 其他所有人都逃走了 成仙路出现了 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被人们等到 等待了万国 终于出现了 这是古代至尊的沧桑声音 包含了多少心酸与无奈 等待了漫长的岁月 付出了难以挽回的代价 终于见到了这一世 仙路上传出了生灵的咆哮 震动东荒 与此同时 有一头红色的小鸟 自那雄棺中飞出 在那里徘徊 赤火 掏天 是朱雀 那是属于仙玉的声音 老的走不动的修士大叫 眼中满含着泪水 见到了仙灵 觉得纵死也无憾 又是一声大吼 一头雪白的巨虎出现 宛若白玉雕成 散发着滔天的威压 震慑了在这片东光的大地 有一头仙灵 有一个仙界中的生灵 下界了 有老修士 已经等不到那一刻 与热雷盈眶中华道 成为光雨 飞向那道大裂风中 即便立刻死去 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见证了仙路的开启 两头仙灵出现 让这些生命无多的老人 很多都直接化作了光雨 成为了天地道则的一部分 归于自然大道中 这并不是仙灵 突然有人大叫 这只是仙狱的法则 仙门紧闭 还没有打开 这是法则在交织 守护这座巨门 不让人临近 可惜了 刚才的那些个老修士 至死都以为看到了仙狱中的生物 不过这样也好 在满足的心境中得到了解脱 当 当的一生大中悠悠响动后 天地皆产 那竟然是从宇宙深处传来的 一道仙泽私利而来 击穿一向仙路大裂缝 哄 同一时间东荒大地下 一座古塔飞出镇压而下 让这里崩碎 而他自己很快又消失了 就在这一刻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已经出现了 仙路将打开 啥进去 有古代至尊咆哮 让诸天星河皆颤 许多大星崩碎 在这一刻 各大生命禁区中 全都光芒冲消 古黄与大地气弥漫 爆发了开来 今天变局开始了 这一世繁华再次出现 轰隆声中 法则飞舞 天地颤力 各大禁区中的先音不绝于耳 各种法相震惊了人间界 巨大的身影蔓延到了域外 每一道身影都是一片洪荒宇宙 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大道 古代至尊出现了 他们在修复道国 将自己的战力 恢复到决定 要进行终极一战 打进咸域中去 恢复到昔日 最辉煌的巅峰 那是要付出 惨重代价的 动辄会死亡 次数有限 且一旦开启这种状态 就很难自封了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一世 他们若成功闯进仙域也就罢了 若是不幸失败 那么几乎都要作化 再也抵抗不住时间的力量了 仙灵中的至尊最先出动 一辆古老的战车驶出 这一次他盘坐在古战车上 以车代步而行 混沌万道将内里淹没 依稀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人形生物 究竟是何种族物 就说不清了 他头戴紫金冠 身披道袍 看不清阵容 灰褐色的发丝 披散在胸前背后 一双眸子内 是日月星辰毁灭的景象 这似乎是一个道人 让人怀疑 他可能是神话时代的古天尊 他盘坐在古战车上 在膝盖上 横着一把仙剑 有绝世契机 惊动了九重天 几乎一刹间 战车就到了先路前 或许用不到战车 但这是大地级高手的威严 也许会失败 也许会战死 他们要在辉煌中落幕 另一边 不死山中 气冲斗牛 一个浑身都被黑色甲胄 所覆盖的志强者出现 物矮加深 恐怖滔天 他骑坐在一头巨大的神虎上 此虎浑身灵甲密布 不是皮毛 闪烁可怕的金属光泽 胸眼滔天 在不死山至尊的手中 持着一杆大吉 乌黑森然 可以压裂逐天 能粉碎亿万星辰 这是由龙纹黑金 筑成的大吉 人口出血量 恐怖阵势 这绝对是地气 这位至尊也出来 手持大吉 骑坐在巨大的神虎上 鲜光爆炸 直接就到了南域荒谷进地前 仅在这一瞬间 就出现了两位古代至尊 太过震撼人心了 即便是身在域外 借助各种古镇台观看 诸多大圣与教祖籍人物 依然从头梁到脚 太过强大了 若是与那两地相比较起来 他们连楼椅都不如 是真正的大地与古框啊 人们惊颤 北域太出古框中 星光飞舞 星河垂落 茫茫无边 让内里气象万千 震惊万古 一头麒麟出世 巨大无比 他长达也不知道几万里 横在天地间 粉碎天地万物 他通体临甲森森 像是仙金组成 闪烁着蓝紫色的光芒 他是从太出古框中 直接踏出来的 君临宇宙中 威压九天十地 仿佛可以让三千大世界 瞬间崩快 这是一尊至高无上的圣灵 与仙狱中的麒麟 没有什么区别 头盖骨内里光束冲天 那是他的果位 证明了他曾经是一位皇道至尊 第一千五百七十五章 古皇不死 数万里长的巨大麒麟冲出太出谷框 横在北域的苍穹上震撼人心 他生有祖龙头 身上布满蓝紫灵天 闪烁着冷冰冰的金属光泽 在其头盖骨上出现一个又一个浮转 光束通天撕裂宇宙 时隔数以百万年后 皇道至尊再次军临这个世界 张来 在他的口中喝出这样两个字 震撼人心 整片东方大地都颤了三颤 他威压三叶六道 气冲斗牛 使尽唯我独尊 轰隆一声 狱外一道璀璨的蓝光飞来 划过黑暗的宇宙 贯穿无银的冰冷星域 直接降临向北斗星域 那是什么 所有人都惊悍了 一声轻贺而已 召唤来一件威力强决到极致的兵器 在这一刻 全面复活 浩荡出太古皇的无上威严 他蓝的炫目 晶莹的璀璨 发出永恒的光辉 照亮了整片东方大地 快速向着北域降落 神威浩荡亿万里 这才是真正复活的地级兵器 每一缕威压都让大盛产力 无论相隔多远 都让一欲教祖忍不住而归附下去 太过恐怖了 一缕缕蓝光 使他飞回来了 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麒麟杖是太古一大皇族的至尊神器 举世皆知 曾消失一段岁月 攻打永恒星域时 被道眼一脉 利用仙衣与古皇镇镇压 未来得及复活过来 从而也导致火灵洞的大盛 炎其陨落 古皇子火旗子 远走宇宙边荒 至今下落不明 不过早在很多年前 麒麟杖就回归了 没有人敢长期镇压他 即便是同级术的道眼仙衣 也不行 因为一旦麒麟杖 这件至尊神器 自己复苏 将会产生最可怕的地气大战 必然有一件会碎裂 那是不可承受的后果 多年前 他就已经冲归火灵洞 不过成仙路要开启了 他被该族带走了 前往域外 此时却又被太出骨矿的 力量召唤了回来 至此事情已经明了 那数万里长的蓝紫色光团中的 古代至尊是麒麟古皇 众人震撼了 全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这超越了世人的认知 怎么可能 麒麟古皇还活着 已经过去数百万年了 他即便是成为了皇道高手 也不可能活到现在啊 他是怎么做到的 古之大帝不都是作画了吗 他竟然活了数百万年 打破了常理 举世震惊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关注 张大了嘴巴 而后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太过不真实了 让很多人头皮都发麻 当然这仅限于一般的修士 大圣级人物 为朕一遇的教祖等 全都是有心理准备的 时至今日 种种迹象表明 生命禁区中必然是这个级数 甚至这样的人 麒麟古皇出世了 他还活着 这一消息震动了北斗 传遍了天下 而后又快速蔓延向宇宙深处 这个结果让诸天万玉都颤抖了 曾经的一代至尊 威压九天十地 统御宇宙八荒 所过之处万灵臣服 历经漫长岁月后 他又逆天归来了 他的出现 与两位古代至尊的出世 拥有的意义不同 第一次最真实的 向人世间证实 曾经的古皇有人还未死 这个意义太大了 将倾覆许多人头脑中固有的认知 轰隆一声 蓝子的光芒爆发 铺天盖地 淹没北域 在这一瞬间 巨大的麒麟 化成了一个中年男子 一头浓密的蓝色长发 披散下来 紫色的 瞳孔犀利的 如同天刀 碧逆人间界 他雄子伟岸 掀气绕体 当空而立 一招手 那柄有永恒蓝金铸成的麒麟杖就向前飞来 父亲 一声带着颤抖 带着哭腔 有悲有喜 又有苦的声音传来 他死死抓住麒麟杖 从狱外 一直跟随到了这里 这是一个爵士美女 水蓝色的长发 修长的玉体 带着泪痕的 颖白翘脸 喜极而泣 激动到了极点 像是疯了一般的冲来 与他疯姿绝世的气质不相符 正是霍灵儿 他没有想到 还有重逢的一天 还有相见的一日 浑身都在颤抖 当年 他的父 已知晚年 封印了他们兄妹二人 那可真是生离死别 肝肠寸断 因为他们知道 那一别就是永别 他们将陷入沉睡中 而他们的父亲也会在不久后作画 即便他们兄妹在数百万年后复苏 也再无相见之日了 那是一种痛 至今回首 依旧撕心裂飞 想不到 数百万年过去了 竟会相见 有这样一个的场景 霍灵儿再也忍不住了 嚎啕大哭 扑了过去 冲入雄姿舍人的男子的怀中 哭了个昏天黑地 与平日完全不一样 中年男子年轻时 一定英俊无匹 而现在则是气质更出众了 神武惊人 拥有盖世的神姿 他那深邃 在眸子中出现波澜 脸上出现暖色 轻轻拍了拍霍灵儿的肩头 道 不哭 等为父杀出一个不朽的乾坤来 带你一起成仙 他说的很轻老 但是却有一种盖世的霸气 这天地万道 全都在哀鸣 在其压迫下 无不臣服 都在抖动 这就是太古的皇 一言一行 都是法则 世间无匹 莫有争凶者 父亲 我怕 不想与你分开 一直都很坚强的火灵儿 身为一代皇族天女 很少见的露出这种惶恐之色 不要怕 为父 不会有事 等我归来 麒麟骨黄 坚定地说道 谋得中 充满了惊人的光彩 父亲 求求你 带上我 不要让我一个人离开 哪怕 哪怕 只是一会儿 火灵儿哭道 你不能与我在一起 不然 终生都会在我的道的压制下 而今的我 只能控制一会儿 时间长了 必然会对你有莫大的影响 麒麟骨黄轻轻地推开他 不容他再多说什么 用手摸索他的脸颊 而后 毛子猛地赤胜了起来 长指尖爆发出一团璀璨的光 包裹着火灵儿 撕裂开了星空 将他直接送进了遥远的宇宙深处 父亲 火灵洞的祖地 一颗大心上 火灵儿悲怅 哭得泪水磨活了双眼 他心中恐惧到了极点 无力地跪在了地上 也许这一次真的会是永别了 父女两人话语不多 看似平淡 但却饱含了感情 骨黄这是在保护他 不让他受一点伤害 心中有着太多的不舍 他的父亲去血战了 去礼拼 要大战于长仙路上 还可能要面对其他骨黄 与大地的威胁 这可能是一条不归路 英雄就此一去不复还 要带他一起成仙 不在坟里 这句话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过 而今真的到了这一天 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火灵儿的心都在缠 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无助 麒麟骨黄最后看了一眼宇宙深处 手持永恒拦禁筑城的神章 一脚迈去 直接的就到了南狱仙路 大裂缝前 你来了 已经可以动手了 来自仙灵的道人开口 依然盘坐在那辆古老的战车上 双膝上行着一口仙剑 浑身都被混沌所笼罩 另一边不死山的主人 骑坐在巨大的神虎上 手持一杆龙纹黑金筑城的大脊 压塌天雨 气通万里 一样点了点头 而在不远处 还有四人 几大生命禁区 都有古代至尊处士 来到了此地 就要展开天崩地裂的攻击 这个地方像是要粉碎了 天地道则成灰 恐怖的气息弥漫而出 贯穿了古今未来 从来没有一世 像今日这般 七位古之大地级人物聚在一起 同出现在同一世 开古来从未有之奇迹先赫 他们收敛了神力波动 只是这样站着 就让这茫茫天地要毁掉了 整片大宇宙似乎都要破灭了 远达六合八荒在宇宙最深处都感应到了这种可怕的奇迹 这一世 这一世仅此一线 这一世再也不可复制于一间 弯谷的等待 无尽的期待都在这一世爆发了 将就此展开最后与最惨烈的征战 冲进咸语中去 真正诚心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都已经出现 杀进去 麒麟古皇举起灿烂的蓝色神杖 第一个洞了 杀向那巨大的裂缝中 撞击向那紧闭的雄伟城门 展开了最强势的攻杀 这一刻真正的古皇波动出现 镇压万古青天 粉碎古今未来 这种力量太过可怕了 在这一瞬间 即便在宇宙最深处都感应到了一种可怕的气息 不过 麒麟皇并不是在灭尸 他的盖世杀伐性攻击力 并没有一缕扫向域外星辰 以及波动到东方大地 全部冲向那道新门 最为灿烂的光发出 最为耀眼的盲照耀 太古皇出手了 这个世间最强大的攻击力 终于又出现了 杀出一个朗朗的乾坏 杀出一条长仙路来 古代至尊一起大吼 所有人都动了 一起出手 在这一刻地气不动 震动苍鱼 不朽的鲜光绽放 古之大地 均临天下 古往今来 这个世间最强大的几个人一起出手了 要打进闲鱼中 七条身影像是七道不朽的封碑 屹立在长仙路前 用热血雨生命去冲击 战个响彻九重天 化作万古来最为惊艳的光滑 这一世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第一千五百七十六章 杀进仙路 难遇壮阔 大地法则几大 全部打进了仙路中 七大至尊出手 开亘古来 从未有之圣事 注定会成为最璀璨的篇章 他们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都注定会被永久的载入史册中 成为最辉煌与灿烂的一笔 会被永世迷迹 这是在探索成仙路 无论如何 他们都将走得最远 成为最伟大的史诗英雄 谁都无法掩盖他们的光彩 轰隆一声 天崩地裂 他们杀了进去 从来没有这么多大地级人物 与一世爆发 七大至尊 连媚而行 共同出手 震惊还宇 威压万物 在那大裂缝中 各种法则交织 可以粉碎准地 能够对抗大地 真正的成仙路出现 并不是一条坦途 而是绝世的杀机 想进去 要凭实力 亡古悠悠 星辰西坠 一位至尊贺道 言出计法 横断古仙路 阵断万道根基 唯有他的道 在绽放 化作红黄星辰 贯通前方 打向那座 雄伟的巨城 天崩地裂 一头巨大的 红色神鸟飞来 那是朱雀 曾被修士认为 是仙界的仙灵 而这样理解 也无误 因为虽然是法则所化 但真的太强大了 有古皇级的波动 它是如何形成的 此时已经不是深究史 至尊作战 朱天星辰在陨落 万遇都在颤立 将那红色的神鸟砸得羽翼纷飞 一声哀鸣 重新化成了光雨 贯通了前路 然而 这才是开始 更为可怕的灾难 还在后面 仙气澎湃 一道又一道神魔身影出现 一个个身穿甲州 恐怖淘天 阻断了前路 更大的危机出现了 从长线路前方 汹涌澎湃而来 大敌武进 绝世淘天 全都是法则所化 并非真身 刀断两界 麒麟皇大吼 手持蓝金神杖 通体璀璨 一个人镇压宇宙八荒 挥动手中的黄气 一下子将仙路割裂成两界 前方那些神魔极度的强大 全都是智强的大道法则所化 理论上来说 可以力拼任何生灵与志强者 可惜却在麒麟古皇面前 全部被截断为两端 鲜血蹦肩 百万神魔浮尸 这片战场极度血腥 恐怖无比 即便是道泽 也是这般的真实 像是真的血肉之躯走劫 这里的景象 透过一些法阵 传到了狱外 震撼人心 这是何等的战力 一朝而已 百万神魔灰飞烟灭 这就是太古皇的威严 震慑古今未来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出世 就是天下第一 唯我独尊 而今七大至尊合在一起 真的是逆天了 不能并存的道 挤在一起 他们之间在发生 剧烈的大爆炸 每一个人都立身在一片宇宙中 被一挂挂 星河缭绕 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主宰者 他们在利用大法力 与他人相隔 一个人堪比一片真正的大宇宙 即便如此 他们之间也是混沌澎湃 发生了大爆炸 全都被他们动用地气 将这里波动打进了线路 古之大地级的人物 联手大作战 是从来没有的事 一切都只是为了诚心 到了这一刻 没有任何保留 激烈搏杀向前 千军万马在奔腾 在那虚空大裂缝中 遥望一个长生的世界 在发光 就在前方漂浮 他们急速接近 而在这个时候 数十万疑仙影出现 像是在羽化飞仙一般 铺听盖地而来 阻挡他们 那是一片绚烂的光雨 化作了永恒 摧毁一切 若是大圣在此 就是有千百万 也可以立刻在这里 化成浓穴 只要被光雨触及 必然形神俱灭 这是专为阻挡古皇而生的法则 一剑荡瓶怀鱼 来自仙灵的老道人大鹤 响彻云霄 他浑身都在发光 混沌气被震散了 露出了一张古铜色的脸堂 声若金钟 发丝灰白 道袍陈旧 竟然真的是神话时代的古异 嗡的一声 横在他双膝上的仙剑飞了起来 一剑即出宇宙星河诗色 开天辟地 让仙路都崩塌了 扑的一声 仙剑横扫而过 血肉横飞 将前方所有仙影全都斩碎 成为了浩劫中的无名尸骨与血物 这些不见得绝对委屈 可能存在过这些朱雀神魔仙影 而今化成了道则 他轻贺道 古战车隆隆 他重新盘坐在上 向着仙路前方而行 神党杀神 仙党士心 北斗星域中有很多大阵 可映照仙路附近的一切 域外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关注 全都在密切的盯着 这个时候有人惊呼出声 充满了震撼之色 道 那种肤色 真的是神话时代道 相隔这么远 他怎么活下来的 诸天万语 无尽传承 数以十万的种族 有的极为古远 留下过灿烂的道统 也曾经发掘过神话时代的遗迹 了解很多的大秘 而今全宇宙的强者几乎都来了 自然有人觉察到了什么 那柄仙剑 相及了神话传说中的长生剑 难道说是那位古天尊活下来了 有一位老教祖震撼的说道 没错 是他 是开创了者字密的长生天罪 他竟然没死 这么漫长的岁月过去了 他还在人世间 人们彻底惊悍了 这得是多么的惊人呢 神话时代距离而今真的是太遥远了 比之太古皇的复活与出现 更加让人不可理解 长生天尊 他必然是横跨了神话时代 太古时代 荒古时代 一直活到而今 他经历过帝尊 不死天皇 神皇 汉人大帝 无始大帝的时代 从来都不曾真正灭亡 这让很多人都惊得毛骨悚然 七大生命禁区中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存在啊 太过恐怖了 超出了人们的理解 是了 也唯有他开创了折子密与长生秘术 了解到极近的人才能够跨过这么漫长的岁月 付出惨重代价 从那遥远的时代封印到了今天 长生天尊处世为九密之一的开创者 他依旧存在 未曾彻底消亡 震惊人间界 当然 可以预料 他即将腐朽了 动用禁忌密法活到这一世也将失效了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先路 我等就杀出一条 通向那浩瀚的仙界 光明在望 有一个浩大的仙界似乎就在前方 有一种长生的力量在吸引其大至尊 用我们的生命与热血去验证成仙之法 纵然失败也将为后人扫清迷雾 总有人以后会飞险 有人激昂的吼道 到了这一刻 他们真的要用命去拼 因为有的人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封印太久远 生命无多了 已经没有一点时间浪费 域外人们再次震惊 有人族古路上的大圣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震撼的开口 语音颤抖道 当中有古之大地 他们感受到了人族一脉 特有的血气 器官苍穹 威压宇宙 那绝对不会有错 使人族大地复活到了辉煌绝点 七大至尊的出身太让人震撼了 从神话时代到太古时代 再到荒古时代 全都占齐了 帝宇皇以及天尊皆有出世 残传至尽 并非怯懦 只是不甘 只需一眼 看一看如何呈现 有人悲凉的说道 一晚无前杀向前去 即便杀入仙玉 也永世不能为真正的帝宇皇了 这般惨重的代价 只为验证成仙之法 到底值不值啊 又有人大吼 在这一刻 无尽的仙灵出现 青龙飞腾 仙皇展翅 让他们包围了 最为可怕的厮杀展开 血在飞进 古之大地在拼命 用力思吼杀亿万志强先灵 那是法则 还是曾经存在过的生灵 没有人知道 付出惨重代价 惨喘到这一世 到底值不值 没有人知道 后人会感激 他们是在为后世留下成心法 用自己的生命去验证 百万神魔 千万先灵 全都被轰杀 根本就不能阻挡其微至尊 他们太强大了 兵临城下面对那 有法则化成的雄关前 什么残喘 什么未给后人留下成心法 我只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成心 哪怕血水滔天又如何 不死山的主人冷漠的说道 没有一点的波澜 天尊古皇大帝都有 虽然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但七大至尊各自的信念 却不见得相同 表现也不会一样 轰 他右臂高抬 尺内感黑色的大脊 指向前方 顿时像是洪荒猛兽 出示一股恐怖的气息 汹涌向前方 先入外的真实世界 都几乎要崩碎了 有大地震纹快速阻挡 而域外 则有很多小星辰直接炸开 化成了鸡粉 全都是在这股波动下毁掉的 人们无比惊悍 庆幸躲避的足够远 这位至尊太暴力了 根本就不管其他 眼中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杀进仙玉去 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那个大脊出现过 属于一位圣灵 他摆脱了石台的智库 真正极尽升华 最终成道 化作了一尊皇脊高手 他是石皇 另外 有人颤立着 想起了古籍中的记载 洞悉了不死山主人的 真正身份 那个大脊 伴随他从石台中 一同出世 名为天荒 又名石皇脊 人们从这杆脊 洞悉了他的来历 曾经军临天下的圣灵 石皇 他还未死 是他入主不死山 将那里化成了生命禁区 杀 石皇手中 天荒脊一挥 用力向前砸去 重重的 披在了那座 宏伟的雄冠上 扫中了那对 巨大的门户 天崩地裂的声响传来 震动六合八荒 若非有其他的至尊 阻挡了一些 这种波动 必然要毁掉东荒 灭掉北斗这片生命古地 咔嚓 那玉门被他批中 直接崩裂出了一道 巨大的缝隙 而后 光当一声 将要倒下去了 石皇之强大 震骨朔尽 与此同时 其他至尊也都出手了 都曾经成道 都曾经统一宇宙洪荒 都曾是唯一的主宰者 谁会比谁差 诸人间臣服 轰隆 一声巨响 苍穹炸开 心路大裂缝爆碎 那座雄伟的城门楼 直接的就被七大至尊 打得坍塌了 烟尘充起 他们杀了进去 第1577章 陈牢关锁 雄关崩塌 被七大至尊 生生击碎了 鲜光冲销 撕裂九田实地 震撼人间界 局势震惊 城县路前的壮阔古城 被攻破了 天尊古皇大地圣灵 一起发力 直接就杀了进去 进入了城中 光与飞舞漫天都是 那条大裂缝 以及城县路上都是光 灿烂而晶莹 但却也是恐怖的 这样的光点一立 就足以击穿大声等 难有活路 这是专为阻挡 古之大地的法则力量 这种波动 天下其他地不可见 最是危险 杀进去了 真的要城县了 人们震撼 无不惊呼 这可能会改写历史 彻底扭转古往今来 关于城县的记载 这将是一个新纪元 城县不再虚无缥缈 七大至尊 一起成功了 不过细想想也应该如此 七人联手 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 都是古往今来最强大的人 一个人出世 就可以镇压宇宙洪荒 统一万界 就更不要说七人连妹出手了 这是一个神迹 但认真细想后 却是理所当然 本应如此才对 域外很多人都在这样想 同时激动到了极点 真的成仙了 七大至尊 打出了一个希望 以身沦仙 生生杀了进去 开拓了一个新纪元 有年老的修士 浑身都在颤抖 见证了这一切 仿佛在自己闯仙狱 他们寿远无多 即将作画 域外沸腾 发出很多嘶吼声 所有修士都在大叫 即便成仙的人不是他们 但也都在激动 这是一种希望 成仙不再是一场空 让人有了目标 高兴都还太早了 这才是一道仙冠而已 过去也有人打进去 也许进去后 才是真正的羽化非仙路 也说不掉 突然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浇灭了许多人的激动与热情 让这种热烈的气氛 快速降温 众人都是以待 有准地开口 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羽化非仙路上 可能还有变故 谁知道前路如何 谁知道仙路结果 一切都在接下来的仙路战 惨烈也许才刚刚开始 轰隆 在一道最为可怕的光芒中 整座宏大的神城都粉碎了 被内部的七大至尊撕裂 汹涌澎湃出无尽的闲光 最终光芒又被各种地气所截断 没有肆虐出来 在那里立着七道身影 金色的圣洁光辉带着点赤色 像是晚霞一般洒露在他们的身上 看起来很壮美 又有点气悲 路在何方 有人打吼 雄关被他们粉碎 巨城被他们铲平 这是先到法则所化 不复存在 而前方已经无路 成仙路断了 所有人都沉默了 到头来是一场空吗 七大至尊联手 从道理上来讲 没有什么打不破 所有一切障碍都会被扫平踩退 但是而今没有了阻打 前方一片虚无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想扫灭都不行 空有一身盖世的修为 却无用武之地 先路不见了 就此消失 为什么会这样 等到了万古就是一场空吗 所谓的成仙 最终就是一个最大的骗局吗 怎会如此 我都不甘呢 没有人能承受这个结果 所有的等待 所有的心血 付出最为惨重的代价 到头来却全都成空 怎能不让人悲愤 当 有钟在明 是如此的轻烈 响彻成仙路 响彻宇宙 所有生灵都听闻到了 每个人的感觉都不相同 七大至尊 身体矩阵 这是在为他们而名的丧中吗 一生争容 盖世无敌 统一天上地下 却要这样落幕了吗 心中不甘呢 突然 一道霞光飞起 在那空旷的虚无尽头 突然有光亮起 早先消失的宏大世界 又若隐若无的出现了 有一股长生的力量吸引众人 可是却像是隔着一个世界海 七大至尊的眸子 一下子亮了起来 似璀璨的火光 照亮了千古 让玉外诸圣 全都闭上了眸子 不敢观看 他还在 只是没有路了 在冥冥中沉浮 前方已经无路 我等自己打出一条路 接续陷落 七大至尊再次出手 一件又一件地气飞出 贯穿前路 直接杀了过去 他们在定位虚空坐标 确认先遇究竟在何方 杀 这一战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让人忘记了其他 几乎绝大多数人都期待他们成功 因为这是一种希望 证明常先可行 并非为虚 可以为后人树立一个真正明确的目标 一条璀璨的大道形成 七大至尊出手 由大道符文 构筑了一条无上大道 直接通向了远方 贯穿向那个世界 七人连妹而行 几乎在一瞬间就精准的计算出了 仙遇在何方 那是一片世界海 渡过去也许是仙 那海中是什么 就在这一刻许多人惊呼 他们有幸见到了这幅画面 那海是红尘 是过往 是未来 每个人各自的经历 太过诡异了 望着那一片世界海 诸多的感想 无穷杂念 全都涌上心头 红尘练道吗 还是练蟹 此那小道儿 过去算什么 天地万物 一草一木 都在我心中 逝去的都在我的脚下 未来又有何方 诸天万界 镜压我身也无惧 七大至尊分别开口 一个个风采无上 拥有一种为我独尊的气概 所有一切像是都难以阻挡 他们半步 这就是古代至尊 那些道 那些井 在大圣等看来 一生一世都可能摆脱不了 需要用生命去参悟 去体验 去悟透 而他们却一往无前 抬腿就迈过去了 神话时代的天尊 太古的皇 荒谷的大帝 一个个精彩绝艳 这诸天万道 种种考验与磨难 对于他们来说都若吐鸡挖狗 真正的贤祖 只是那仙语 其他万道 诸景都不能动摇他们的心 难以阻拦 哪怕一瞬间 一路沙向前方 最终光雨点点 他们屹立在一片浩大的古路上 像是由石头筑成 但是各种仙灵都见过了 又怎能说得清是真 还是仙道法则所化 七大至尊 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这也好假也罢 他们的眼中 只有前方的那片宏大的仙雨 漫天都是光雨 晶莹的花瓣在飞舞 心相扑鼻 到了这里 他们见到了一块碑 高耸入苍穹 矗立在前方道路旁 古碑惊天 上面只刻写有一个福 世人不知 无人可以认出 而七大至尊 则谋则设人 这是唯有他们才能接触 并参悟的仙福 也可以称之为仙道 仙 简单而直接明了 古碑就只有这样一个字 我们认为对 我们来了 那几人认为错了 还在折服 最终的结界都将揭晓 有古代至尊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让人震惊 这摆明还是有人未到 依旧有个别至尊 没有出事 就在这一世 看一看 最终的结局 伴随一声大吼 永恒蓝金铸成的麒麟杖 最先打了出去 杀向前方 贯通这条古路 数不尽的神魔仙灵 倒下各种光爆炸 古路的尽头是一对门 上面有血淋淋的大字 那绝对是地血 依然在流淌 像是刚刚书写完毕 一扇门上写着过去 另一扇门上写着未来 最上方还有一个匾额 上面也是两个字 现在 陈老观所 明到天心 一道古老的印记出现 岁月太过漫长了 强如古代至尊 也都快感知不到 这将磨灭的信息了 最后 只是恍惚间有所闻 在周围 雾埃涌动 一片朦胧 混沌气扩散 让这里越发的神秘了 血淋淋的大字 触目惊心 而在这道门的背后 仙玉像是触手可及了 隐约间听到了真龙的咆哮 仙皇的鸣叫 似有一片浩大的仙境 七的至尊向离闯 闯过去或许就是仙 轰隆一声 一股狂暴的力量将七人全部轰飞了出来 不能通过 仙道法则交织 让此门牢不可撼度 七大至尊全都出手 但是却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所有攻击力全部被挡了回去 打向他们每一个人 联手无用 举霞飞升 语化成仙 要靠他们自己 并非七大至尊攻击 这个地方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攻法 光芒照亮了万古 若非有意控制 必然让北斗星域彻底成灰了 他们的攻法全部集中向那道门 各自冲击正自己的仙道 要就此飞心 怎能放弃 这是最后一关 若是闯过去 也许就能呈现 开古来未有之仙客 造一个神迹 近在支持 所有至尊都出手 打到狂暴了 让这里成为黄道法则的交织地 对抗那些仙光法则 猛烈冲击 法阵开启 将万道融合为业 冲击此门 长生天尊大贺 其他六位古代天尊也都点头 吼动山河 远在宇宙边荒 都感应到了他们的气息 整片星空都颤立了起来 中州北原南岭西墨东方 这五块大陆全都在发光 化成五色祭坛 而后又演变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法阵 吸引诸天万界的力量 将璀璨光丝凝聚而来 众人害人 这北斗星域是怎样形成的 是人为百谢的吗 只为这一世而存在 在这一刻 诸天万界都在颤立 宇宙各域全都抖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圣衙也在发光 而无始终也轰鸣了起来 且同一时间 西末大雷音寺中 也是佛光普照 光耀过去 现在未来 照亮轮回 第1578章 路径飞仙 五块大陆发光 凝聚宇宙洪荒的力量 吸引八方大道碎片与精气 构建出一个浩瀚的仙镇 而后爆发出了滔天的光 打向成仙路 冲击向那道门 这是一种恐怖的大功法 浩荡宇宙 足以惊世 这般神力可以威胁到大地 这是一座无以伦比的法阵 有人曾猜测 这是可举世 非先的法阵 叶凡也曾怀疑 他与成仙有关 而今日他复活了 第一次暴动 竟然展现出了攻击性的一面 轰隆一声 那道巨大的光束 打进了被混沌烟没的门中 撞击出了最为灿烂的光雨 这个地方天崩地裂 扩张向极致远的地方 众人惊悚 南狱的裂缝 一直蔓延到了雨外 撕开了很多星辰 吞没了诸多大星 太过恐怖 而北斗那片生命古地 还是未曾灭掉 因为有大地法阵守护 各地都有一道又一道的光芒 蒸腾而起 护持住了十方 杀 七大至尊大吼 这时他们也挥动地气 进行攻法 打向那扇门 要看一个最终的结果 这一事也该落幕了 各种黄道兵器飞舞 粉碎乾坤 撞击一箱 那堆石门 发出了各种诵经之音 震耳欲聋 哄 天摇地动 那扇门出现了裂纹 刹那敞开 但最后又一次紧闭 依然没有倒下去 不曾倒塌 陈牢观索 明道见心 八个字再次化成了烙印 在这个地方回荡 虽然很微弱 即将磨灭 但是却真实存在 我等还用你来说教 石黄大鹤 手持那杆黑色的大脊 力劈了下去 动用了他的盖世神力 当 天荒大脊 崩飞了起来 爆发出了一串串火星 每颗火星冲向域外 都会让数十颗星辰熄灭 恐怖到了极致 联系众生 那与他无关 他曾经是黑暗动乱幕后的最大发动者之一 血洗诸天 只为更好的等待这一世的到来 这扇门打不开 强大如古天尊 帝与皇 也很吃力 短时间内根本看着不通 五块大路依然在发光 不过这一次冲击而来的光有些不同了 五行光束逆转成为一片混沌 融合各种大道碎片万道合一 而且在这一刻 令七大至尊的大道并行 有化成一的趋势将真正合力攻击那道门 此前他们不能连枚攻击 只能逐个进行 因为相互排斥 格格不入 直到此刻才算是真正联手 轰杀此门 这是一场天崩地裂的蒸发 蓝色的麒麟杖 璀璨的长生剑 以及黑森森的天光脊等 全部爆发 七帝出手 还与震产 轰 在这个世间 七位至尊 如果真能够联手 也没有打不通的路了 没有铲灭不掉的障碍了 五座大陆凝结成特别的光辉 实现了万道合一 他们的道仿佛融合在了一起 当年这座大阵 让各族付出了不小的心血 真正的混沌体陨落后 被无量天尊祭练 而后经世人加持著成的 长生天尊道 这一颗七大至尊的光束 凝结在一起 一下子就击穿了这道石门 让他粉碎 什么过去 什么现在 什么未来 全都化成了几分 大地级强者至高无上 不需要其他人说教 也无人可为他们施 直接就杀了进去 要闯入陷狱中 域外人们震撼了 全都快说不出话来 竟然需要七大至尊出手 才打开了那道门 难怪过去一些至尊最终会倒下去 血溅仙路 这太难了 打不开 这一事的结果一出 他们成功了 杀了进去 难道他们对了 我错了吗 太初古矿中有人低语 还有人不曾出事 杀 七大至尊 借助法阵 破灭 先门 直接杀了进来 到了这里后 一个宏大的仙界 似乎已经在望 隐约间看到了一片 勃勃生机 有一种气息密漫而来 似乎可以减缓 他们的身体最深处的腐朽 可以让他们掩命 对于这个级数的人来说 那是什么 也只剩下与仙有关的东西了 邪怒尽头 是一个混沌洞 终于他们来到了最后的尽头 再无路可走了 一切都将再次落寞 血气缭绕 鼓动挡在前方 弥漫出混沌物碍 神秘莫测 闯还是不闯 已经没有选择 今世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主位可还有心事未了 跃进去将是生与死的区别 可能危险 也可能万古成空 就此落幕 长生天尊说道 在场以他存在的岁月 最为久远 古铜色的脸堂上 写满了冷漠 没有一点的表情可言 灰白色的长发 披散在古旧的道袍上 石黄大笑 脸上充满了冷酷 道 这一世 我为成仙而来 死与我无关 无论如何 我都要活 闯进去 另一位古代至尊 只有这样三个字 态度坚决 没有一点犹豫 第一个行动了起来 大步来到了混沌洞前 麒麟古皇 雄子伟岸 浓密 发丝披散 眸子 深邃无比 他更是直接 一语不发 直接一跃而入 手持 拦金神杖 扑进了洞中 其他人见状 自然不肯落后于人 这个级数的存在 一同处世 到了现在 全都是堂堂正正 无所畏惧 目标只有一个 不用顾虑 一个又一个人 最后 石黄与长生天尊 也都纵身而入 没入混沌 物矮中 消失在前路 至此 外界再也无人 可感知他们的奇迹了 即便是太出 古矿中的存在 即便是荒谷禁地中 浑身长有金色毛发的 巨人也不行 再也探知不到 这个洞太过神秘了 隔绝了一切 不能探查 与天地相隔 似是在另一届 七大至尊消失了 就此再无声息 狱外寂静了很长时间 等待了很久 一直没有人说话 人们的心都紧张到了极致 等待结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内里依然没有一点动静 所有的一切都照常如旧 只不过 先路大裂缝 蔓延到域外 更加的恐怖了 他们成功了吗 其为复活归来的古代至尊 成仙了吗 域外沸腾 人们再也忍不住 万古的等待 终于有结果了吗 这些人全都成功打进去了 就这样落寞 成功了 许多人相信 这必然是成功了 最难过的关卡 在七大至尊联手面前 也都如土鸡挖狗一般 根本就阻挡不住他们的脚步 然而这样的成功 却让人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太平静了 没有一点成仙时的壮阔与磅礴 在世人看来 举霞飞升 羽化飞仙 那才是真正的成仙 那样的祥和景象 才能震动世间 让人憧憬与敬畏 或许这就是成仙 普通无奇 与平淡中飞仙而去 谁没有见到过仙 更无从得知 如何语化登天门 这也许就是真相 是最终的结果 有准地自语 悠然神往 但却也在犹豫 要不要跟随进去 毕竟那道仙门被哄开了 还未闭合 这也许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但是他们心中还是不安 有些迟疑 至于一些老者 生命无多的人 则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 至尊在前 他们还担心什么 争取闯进去 跟随在后 这一次 一群老秀士 化成一片神红冲了过去 然而还未曾接近 他们就惨呼了起来 前方是无尽的神魔虚影 有先灵法则出现 这是一种惨剧 是一片悲景 一粒光雨 就洞穿一片人 即便是大圣也不行 只能够枉死 更枉论是漫天的光雨 长仙路上无弱者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不达到那个级数 根本就没有资格临近 他们成功了吗 难道我们错了 就是这一事 太出骨框 有人自语 气息粗重 这是要复苏到绝颠的迹象 此外 神许中也有人一阵的地后 震动乾坤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仙月大裂缝 在慢慢闭合 竟然开始消失了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将过去 这一事 竟然要结束了 竟然这么快 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就是这一刻 有人大吼 生命禁区 不曾动的人出动了 在这一刻 四道身影 来自不同的方向 化成了最为璀璨的光 冲销而上 杀进仙路中 崩断了古路 阻挡住了他的壁壳 到底还是出事了 生命禁区之主 不想错过这一世的长仙路 这些人曾经认为 这一世错了 时间还未至 但最后 他们动摇了 改变了主意 四道身影 崔库拉朽 不可阻挡 斩杀数以百万的神魔 劈掉无穷的仙灵 粉碎一切仙道法则 遇着羽化飞仙般的光雨 冲进了那破碎的仙门 纵深一跃 同样没入了混沌鼓洞中 突然 就在这一刻 洪荒宇宙都是一颤 这天地间 溢出了一缕缕仙气 神秘莫名 让所有人心头都是一颤 发生了什么 有举世飞仙吗 你们看 那口洞在发光 飞仙的光雨在冲出 我有一种预感 这个宇宙将产生古来最大的景变了 我浑身都在颤裂 不由自主 一位老大圣 没有几天可活了 在将死之前隐约间见到了一脚未来 这个世界怎么了 不知为何让我心惊肉跳 浑身寒毛倒数 要发生什么 以为准地浑人惊悚 难道说古来最大的变局 是在这一刻吗 神话时代的天尊 太古的皇 荒古时代的大帝 他们进去后 做了什么 我感觉 这片宇宙充斥了一种 说不出道不明的奇迹 我感觉到你